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则批评,民进党执政后水果都烂掉了,把台中再交给不放心的人,台中也会烂掉。 中评社中评社台中7月8日电,记者林古龙国民党台中市党部,7日举行选战都党汇报,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到场,受战棋给卢秀燕与党籍议员,里长参选人。 曾永泉说,民进党治国无方,台中是口号治国,大家团结起来换党换人,让卢秀燕当选,议员,里长党选及大话。 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则批评,民进党执政后水果都烂掉了,把台中再交给不放心的人,台中也会烂掉。 呼吁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卢秀燕,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今天上午举行选战都党汇报,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泉到场为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及参选的议员及里长受战棋,希望他们旗开得胜。 议会就还包括国民党中常委杨琼英,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兰尾兼卢秀燕竞选总部主委江启臣,台中市议员杨正忠,林碧秀,李立华,陈正贤,沈又莲,台中市议员参选人卢林轩曾永泉表示,民进党治国无方,台中市用口号治国,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换党换人,让卢秀燕当选,议员,里长党选及大话。 前市长胡志强也说,台湾原本说是香蕉、凤梨、火龙果王国、民进党执政后,水果都烂掉了,把台中再交给不放心的人,台中也会烂掉,呼吁支持卢秀燕,胡志强还强调,国民党气质在各媒体民调已经起来了,台北,台中都赢过对手,高雄韩国瑜还没赢,但是气势上升,这是一场会赢的选战, 不要输掉可能赢的选战。 演员卢秀燕造势,钟平社 演员卫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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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